中国古装剧22年 第八期聊斋系列献回忆沙 TVB古装剧走下坡路 相比前几年啊 这年的古装剧啊 就显得有点落寞了 但还是有剧 留在了大家的经典回忆沙里 这一年 旁人的聊斋奇女子播出 全剧呢分为了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又虐心又经典 麦正红的经典BGM们一起 听得观众头皮发麻 剧里的每一个女主 都真的称得上一个棋 莲成片和幻娘片 充斥着最荒唐的人性 和最无奈的现实 莲成娇俏又艳丽 遇上喜欢的人呢也会主动 却迫于现实身份差去交给他人 又因为幻肉意识 在出嫁当日郁郁而终 变成女鬼的莲成 依然善良活泼 坚定着保护着自己的心上人 可现实呢 就是人鬼殊途 她跟乔生终究不能在一起 幻娘的故事比莲成更凄美 千金小姐与当侯戏子 不被世俗所容 双双殉情 最后死去的 却只有幻娘一人 成为明春般阁楼里的一只女鬼 幻娘想报复 却发现太多的无奈 她变成了鬼 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最后她以魂飞魄丧为代价 就像良公和如春 牵手给了爱人 一个平静的将来 和美满的生活 如果说前两篇写的是爱与组合 新十四娘和侠女则写进了女子最美好的品质 自强自爱 善良大义 十四娘是最有仙气和最有理想的妖 这也是刘诗诗早期的成名角色 十四娘一心求得到成仙 却被冯生打动与之相恋 后来呢 却被豺狼腰呼现 被她一直身在的百姓攻击 新十四娘立志未到 放弃小爱 大战豺狼腰 与她同归于尽 最终反而得到成仙 冯生 鹿儿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 什么是情 什么是爱 从中超脱出来 再见 侠女片呢 更是一部大女主剧 看过的人真的会很难忘 女主木俄坚持走自己的行侠之路 看清男女情爱 最后生下孩子留给女二和男主 自己一人一剑 走成牙去了 简直是又撒又撒脱 既然上苍选了我来背负这柄斩妖剑 我只劳心能接受 放下人世间的一切感情 俗路 以降妖俗魔 维护正道为大人 走上这条路 我将会急忍一失 也许孤独终老 但是 任中道远 逢一年还有 聊斩之一二的过出 分为了六个单元 铃香 天智 英宁 粉蝶 一犬 和罗刹海市 同样集齐了一群俊男美女 韩雪 年一宽 林静 陈浩民 六月 杨雪 叶玄 彭云夜和刘品妍 更是再大CP 化成了笔一鸟的唐玉小宝和阿奴 终有了一个好结局 里面每个单元的故事呢 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使妖的缺衣不可 龙女戈林救人 英宁产子后重返天庭 粉蝶和杨月蛋说不爱 因舍利子发生的人弧之恋 一人一犬即是救人 以及某些张眼书下话的剧情 我看这个恶子穿 张头鼠目 目光不定 我偷偷一个坏子 京城第一美人的妹妹 是京城第一丑人 这剧的女主们各有个性 而对男主们的刻画也都不算扁平 有好几个呢 总是扎中带好 好中有扎 这一年 神话剧方面 还有杨子黄胜一夫妻档主演的天仙佩 夺下了收视率和收视份额的双料冠军 男主角的颜值啊 一言难尽 但领域的女演员却各顶各的美 七仙女黄胜一跟粉蝶的颜值呢 形成极致反差 扮演张乔举的陈杰也好美 就是戏她的手辣 演王母的韩再芬 还是黄梅系表演艺术家 又美又有气质 其他仙女们也都不赖啊 几乎都是大咖 大仙女央视主持人文青 三仙女港姐杨公如 四仙女是娘娘蔡绍芬 五仙女是胡可 还有二仙女王思义 只有六仙女郑婷要不出名一点 剧情在七仙女与董勇的故事上 加了一些新的人物和设定 比如跟七仙女一起下凡的王母义女张乔嘴 同样喜欢董勇 却阴差阳错地嫁给男二胡官宝 于是阴度生恨 成为剧中的大反派 从风光无限 到混得七七惨惨 但抛开反派设定不说 张乔嘴和副官宝 一个娇哄 一个顽固 组合在一起呢 也很有意思 把你打疼了吧 嗯 怎么说 你也是我相公 这次我就不把你打死了 下次就说不定了 娘子 另一个新家元素呢 就是法器金簪 一簪在手就是万事不成 看完这一季啊 小八是真的疯狂想要 这一年呢 还有董洁版的梁山博与朱英台 这巨男主何润东 再一次被男配颜值暴打 而董洁演的朱英台被质疑 又是一个瞎眼女主 男二马文才有颜值有家世 还对朱英台一片痴心 但朱英台为什么就是不选马文才呢 但其实呢 这版的梁山博人设也很好 温柔体贴 诚之善良 与朱英台三观一致 离婚契合 然在一起是必然的 董洁版的朱英台 称得上是童年女玄之一 高傲倔强 资流相传奇 也在这一年播出 朱小天一穿古装成路人 被前辈 那是吊打得惨兮兮 总之劝退效果惊人啊 朱小天好几年都没敢碰古装 与男主敬意相反的是 这句的美人多到能犯选择困难症 孙菲菲的李红秀 痴情无比 小刘家的宋田二是真甜 古丁的苏蓉蓉 美目盼兮 小强的水母音机 逢情万种 慕情婷的刘梅 王老鼠仙美人 一部剧从头杀到尾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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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击当街行住 吴花怎么样 你告诉我吴花 他到底怎么样了 我也难验 邓家家的长孙红也是俏力感十足 还有那些年谁没有为秋色剑的石冠英着迷过呢 白头方的这么加的红好看 还又美又强又惨 最后的出家结局让人遗憾 除此之外 还有陈建峰演的大王 陈浩铭演的胡铁花 而崔峰演的吴花 更是又沉又浴 跟姐姐样是个美强惨 一部玄幻武侠剧 魔界生死奇异 也在这一年播出 号称是风云的同一班级打造的 但名气热度没能感受风云 其实啊 也是一部很精彩的剧 全员高原职 刘涛 郭婷令 戴娇倩 张月 周子音 每个演员根据自己的角色 搭配着不同的扮想 展现了不一样的美 六年期的吴雷在里面奶蒙奶蒙的 这一剧的造型众多 欢福的同事还行得有些夸张 但在当时看得是津津有味啊 相比现在这些剧的死气沉沉 寡淡无味的腐化道 我还是很欢迎造型师们不走宣传路 恶笑这一块 也称得上是当年电视剧里的优秀代表了 很多对决场面都看得十分过瘾 这一年的武侠剧呢 还有念缘版的雪山飞狐 同样也有实打实的外景和华丽的武打特技 另外呀 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念缘当年跟金庸的杨过擦肩而过 这次周音演了另一个金庸男主 安以轩也描若兰 朱音半原子一 中金铜的成林素得到了众多的好评 这就在当年啊 热度不低 但也被金庸迷批整体太过时尚不符合背景的 第一次看黄金石导演啊 这跟两年前的八大豪侠属于同一种审美 同年呢 张大胡子的第五部金庸剧《碧血剑》也播出了 主演团有斗志孔 黄胜一 孙飞飞 焦恩俊 马苏等 热度不高 但口碑不错 这剧啊 同样充满张继中的风格 有石井构成的协议江湖和力量的反戏 剑行天下里的沈小海和郑国林又帅又好看 上演了一出江湖与草堂的故事 这一年的大人物汇集了谢霆锋、李千杰、刘涛、炎翼宽等人 在古龙的武侠江湖上演了一出年轻人立志成大人物的故事 谢霆锋演的杨凡有着不舒花无缺的魅力 在里面呢 又帅又能打 刘涛的造型出彩 在里面既是大家闺秀楚楚姑娘 又是赌场江湖的公子义 魅力十足 严宽的古装从来不让人失望啊 演的情歌往那一战 那就是剑眉星路的代名词啊 另一部古龙作品《大情雄传》也是在这一年播出 汇集了杜醇、秋雌炫、李采化、崔林、修庆等一众演员 秋雌炫演的水灵光让人一眼难忘 一袭白衣、善良蒙总实在是太美了 这一年呢 很多题材的剧呢 都显得一行阑珊 经典古装剧减少很多 只有历史剧仍在风光产出 一部《大明王朝1566》拿下了9.7的评分 成为国产剧的又一变峰神作 一举拿下了飞天奖和金银奖 两大重量级奖项 这剧最不缺的就是老戏组 陈宝国、倪大宏、王静松、王静祥、黄志忠、张志坚、严谜等等 全剧通过一个改道为桑的国策 扑开了一个巨大的人物关系网 不同于其他剧 这剧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核心主线 角色们互利互害 有人用恶这天 有人用善波云 人物的是非善恶非白对错 只留给观众点评 而全剧组 只负责留下一幕幕震撼的画面 演员们的精彩的演绎和那些拍案交织的台词 做官要三思 什么叫三思 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 知道了危险 就能躲开危险 这就叫思危 躲得人家都不在注意你的地方 这就叫思退 退了下来就有机会 再慢慢看 慢慢想 自己以前哪错了 往后 该怎么做 这就叫思变 除去历史证据 其他细说历史剧呢也不少 杨幂版的王昭君 十九岁的杨幂还处于炎顶时刻 里面很多精美的幅画造型 也都将他原本就很出众的眉眼 轰托到了旗帜 那时候的杨幂啊刚进大学不久 就劈给见了两个兵兵和高元月 拿下女主 浑身一股出色牛毒不怕虎的劲 采访时更是相当敢说 之前好像听说过 那个范冰冰有可能来接这部戏 我觉得自己和他比有没有优势 优势姐就是年轻吧 还有我有灵气 刘涛版的问君能有几多仇 讲述两位帝王和一位美丽女子的爱情故事 刘涛将周娥皇和花蕊夫人演出了不同的味道 里面的不花道仰眼又精美 贞观长歌采用虚说的方式 艺术性的再现了气势辉宏的贞观盛世 这剧啊算是皇帝专业护扎堆 唐国强 张铁林 陈宝国 齐剧同一部剧 PVB古装剧这一年啊继续事衰 佳作不多 一部石兄弟改编自95年同名港片 直接拿下了当季的收拾冠军 而郭可盈和林文龙这对剧外的真夫妻 从剧里的假夫妻 演到了真夫妻成为了全剧的看点之一 让夫妻呢还在童年一起离开了TVB 一部铁嘴银牙讲述了女仗师 纳兰金与陈梦吉 方唐靖之间的情感纠葛 这剧啊角度新颖 是一部公堂斗志的清洗剧 情节中有不少反套路的操作 不过当时收拾并不理想 一部天机算凑齐了陈浩民 马俊伟 杨思琪 李世华等人 讲述因奇书推背图引发的恩怨纠葛 有着不少悬疑刺激情的内容 这也是陈浩民首次出演反败角色 人设带感 又显得悲剧 好了 本期就到这了 这年的古装好剧不断多 下一年会出现更多的回忆杀 有点期待